大麻法律禁止分享淫秽内容 张恋全近期将与社媒平台展开对话 通讯与数码部计划将与社交媒体平台供应商进行对话会 以提醒社媒平台 我国禁止分享淫秽内容的法律条款 通讯与数码部部副部长张恋全表示 这是为了确保Telegram WhatsApp及面子书等供应商清楚知道这是严禁的行为 以及如果被定罪 用户可受到惩处 通讯部将与所有的平台供应商举行对话 以告诫和提醒他们 大麻的法律不会容许这类的元素 并将在近期进行会面 张恋全强调 任何发送隐秽内容的人 将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下受对付 张恋全强调因为散播隐秽内容这类投诉是最常接到的 张恋全也是民主行动党古来国会议员 昨晚观看电影《安华!不为人知》的故事后 针对媒体全集 有一名女性经营 谈论色情话题的Telegram帐号时如此表示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多莫哈莫奈因早前指出 大马伊斯兰教发展局 已就一次女性Telegram帐号 已向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出投诉 另一方面被群集传文子 有人一直在搞破坏 已减少安华 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放映时段 张恋全说 通讯部将展开深入调查 已确定这项指控是否属实 截至目前 我未得到来自国家电影发展机构 Finance的任何反馈 我们也会调查 但我相信如果 很多观众想看这部电影 就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院放映 当谈到安华 不为人知的故事时 张恋全说 这是一部可激历年轻人的电影 内容讲述第十论首相拿多斯里安华 在其政治生涯中 永不元气的斗争和理念 小编也劝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请勿分享或转发言会内容 要分享就分享本频道的视频内容 欢迎留言区留言讨论你的想法 请点击订阅按钮 观看更多新闻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